新冠第五波疫情發展以來 由今年初到三月底 專家估計全港的總感染人數已經超過180萬 雖然有些人傳遇後快速檢測情陰性 但仍然有病徵 這種情況我們叫長新冠 新冠患者除了一段期內承受疾病 帶來身體的各種症狀之外 即使康復了也不是完全復原 有研究指出八成的新冠病患者會出現長新冠 有些症狀更加會維持六個月或以上 所以我們必須要鞏固調理身體的方案 減少身體的負擔和不良影響 今集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中醫的藥食同源理論 幫助一下近日康復者 舒緩長新冠不適和如何減輕後遺症 從而增加免疫力 大部分長新冠患者 症狀包括氣速法力 注意力變差 記憶力衰退 護心 嘔吐 胃卓熱 腹脹 腹射 失眠 心跪 甚至脫髮 情緒不安等等 忠醫病理 亦讀持久不遇 亦與濕邪合之 濕為重軸之邪 熟陰 其性黏離 停滯 离慢 其傷人多隱瞞不覺 已導致病變不遇 病情前面 以上的情況就是因為病毒在身體離慢之後 身體的機制受到破壞 引致濕了 身體的免疫力就會下降 所以不能夠傳染 形成現在我們俗稱的長新冠 中醫處方復健化濕飲 成份 福香 配蘭 滄術 功能方向化濕 陳提 發下 口泡 生薑 功能 里氣溫中 福齡 百扁豆 淡豆 吉緊 甘草 飲精甚濕 傳風功效 解錶和中 里氣化濕 以百百毫升水 文武火煲一小時便可 另外介紹 苦乳靈芝湯給大家 可以作為保健的食療 材料 苦乳靈芝 川背 老陳皮 椰子片 圓肉 南北杏 蜜棗 鹿魚肉 功效 功效指咳評寸 增強抵抗力 康復者 注意事項 氣短佛力為主的患者 從中醫角度來看 新冠肺炎康復期 人體的正氣其實並未完全恢復 根據病人不同的表現 辯證論治 如果病後肺氣虛弱 或皮氣受損 出現疲倦 乏力 氣短氣速的症狀 可以歸納為 肺脾氣虛 或者氣陰兩虛的症狀 治療以保肺 健脾 養陰益 氣為主 應付不同的症狀 區分 如果專注力變差的患者 出現記憶力變差 注意力不集中 心肺等等的症狀 中醫認為這些是心肺兩虛的症狀 所以是由於病人思慮過度 或者病後條理不足所引起的 同時 很多時看到這些病人 會有面色蒼白 胃黃 胃口不佳 胃口不佳 腹象 而女士可以見到血液 血液比較悉淡 量多 甚至崩漏 這樣治療以保育生皮養血為主 心肺精中 或者有虛煩分泌的情況 以滋陰養血安神為治療重點 患者康復了之後 記得改善生活習慣和介口 當新冠患者康復了之後 建議大家應該重新檢視自己的 日常生活和飲食習慣 應該注意充足的睡眠時間 減少熬夜日夜顛倒的情況 以免耗血傷神 日常健康的飲食 包括不要吃煙不要喝酒 以清淡的食物為原則 尤其是減少煎炸滑的食物 以去減少體內的殖滅問題 患者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 多些進行運動 亦都可以幫助到肺皮狀苦的恢復 建議在白天的時間 可以多些曬太陽 加強體內的陽氣 以減少氣暖乏力的情況 多謝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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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收看